我告诉你姐咪咪 冤有头 债有主 你弟弟的事情 对你就是报应 你活该 我活该是我该遭报应 那你说怎么样 你们才能签谅解书 我都答应你行吗 想道歉是吗 好 你向他道歉 你把他拿出来什么意思啊 我的丈夫让你们逼死了 我们家这么多年是怎么过的 他可都看着呢 你跟他道歉 你这么做有点过分了 宁慧 当年要不是因为他拿刀捅了 我爸能有后面这件事吗 你胡说 要不是你爸逼的 他能这么做吗 是简志国没人性 到底是谁没人性了 我爸是不是一直养着他来着 不干活还给他发工资 厂里也是因为遇到了困难 我爸连身体健康的人都裁了 为什么就不能裁他呢 我告诉你宁慧 谅解书你可以不签 但是之前的事情 如果你再敢在这颠倒黑白 我跟你没完 谁颠倒黑白 你给我说清楚 给你脸了 当年长的谁不知道 不就是你毕业最后去找我爸的吗 你一个当老婆的 不劝着老公好好转分工作 有着性子让他胡来 你活该 你看看你现在过的这个日子 你们家现在过成这样 都是你的问题 成天到晚在这装可怜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那说的就是你 说什么 我说什么我说的就是你 你老公你管不好 你儿子你也管不好 你看你那儿子干的什么够当 坑了我们家那么多钱 还利用小姑娘 给我们家宏图下套 你这个当妈 她是怎么教育的吧 儿子教育那么阴险 给我闭嘴 还有你那个女儿 四十多岁了 成天到晚在那儿勾引我弟弟 出卖色相求我弟弟帮忙 这都跟谁学的 都跟你学的吧 真是娘坏坏一窝 有混蛋 姐姐姐 不跟你说 我给你拼啊 行不行 说不通你们 我说不通 你干什么 你害得我们家 你要干什么你 家破人亡 你死我了 你还不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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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这样我跟你没完 我跟你说 给我走 我告诉你 你别这样 你再这样我就还手了 我跟你拼了 我还不认错 你还不认错 你还不认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